大家好 我是阿影 今天要說的是默煞 馬來西亞導演阿文利執導 大陸之今的懸疑片 電影的角色設計是做得不錯的 而且主題亦表達得相當好 是那種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目的 最後交錯出來的故事 而缺點就是有些細緯其實是接不上的 CG方面有一陣很奇怪的膠味 但都不算是致命的缺點 我有一個理論 如果一部電影我看完之後有一種感覺就是 如果那個位置可以做好一點就好了 我有這個想法的話 證明我應該幾喜歡這套電影 因為如果我不喜歡的話 我根本就不會想再理他 我只是想當我沒看過 那巡例我就跟大家說一下故事大綱 就是這個女初中生 惠君 等等 官方這個劇情簡介 第一句就是重態劇透 發生什麼事 懸疑片來的 你真的決定這樣做 我過不了自己的關 所以我就下了個劇透線 這套電影絕對是值得一看的 如果你看那套電影 介紹完頻道之後 開始有劇透的內容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麻煩幫忙訂閱我們 我們最近考慮開通會員 希望可以給予更多不同的內容 如果有意見可以留言說 真心 我是看完電影才去看資料 沒想過我簡介可以這麼瘋 他第一句就是 初中女生惠君 庫胡徐嬌式 山庫胡 長期租校園霸凌 高處墮下 但是這一點 這句 就是電影過了大約三分之二時間 才揭露一個重大秘密 現在可以這樣嗎 一套扭曲扭到近乎接近全情欺騙觀眾的電影 你劇情簡介第一句就爆他的重大揭露 所以我決定用我的順序來介紹一下這個故事 故事一開始 案件是未發生的 一堆嫌疑人就全部登場 包括寄公爸爸 清潔媽媽 兩個不是夫婦關係 兩個不同的家庭 寄公爸爸家庭一 清潔媽媽家庭二 然後就有一個仆街的校長 雅女 和欺凌四人組 雅女就是清潔媽媽的女 對白之中透露 美女的清潔媽媽本來是做會計的 賺到一點錢 現在就為了女兒 才轉來做會計 但是這裡 角色的設計就已經開始 即是好地地 要找張君寧這個超級美女的人 來做這個清潔媽媽 原來就已經是有緣有恩 但是觀眾會想 沒有理由的 上學 為何要遲了份工 來保護女兒 原來女兒在學校 是會被人欺凌的 同時欺凌她的四人組 首領就是校長的女兒 所以學校的制度 根本就是崩壞的 由上位開始 就已經腐爛 就算媽媽遲了份工 時時刻刻在學校 都不能改變任何東西 只是可以減輕 雅女受到的傷害 然後作為一個懸疑案 受害者就要立刻出現 因為一個懸疑故事 是由受害者出現才正式開始 如果天下太平 那又哪有案可以查呢 而受害者 就是欺凌四人組 其中三個人 剛剛校長之旅 是沒事的 開始進入狀態 究竟誰是兇手呢 通常這個時候 就會有個神探出場 帶上他的助手 觀眾不是從神探的角度 就會由助手的角度 去看這件案件 但這套電影 他沒有這樣做 反而由頭到尾 都一直用一個天神的視角 給觀眾看這件事 這件事是有好有不好的 作為懸疑案件 在故事發展上 他一定有事要隱瞞觀眾 隱瞞觀眾這件事 就要有一個主體 即是誰負責去隱瞞觀眾呢 如果主視角是探長或助手 騙他的人 騙觀眾的人 明顯就是那個 萬惡的兇手 因為大家一齊 好像探長和助手 被他騙 觀眾們一齊可以去 爭這個萬惡的兇手 跟編劇和導演無關 但現在的視角是天神 天神本來應該甚麼都看到 但觀眾就是要等 編劇和導演 逐個逐個揭露 才可以確定真相 我用確定這兩個字 是因為他有給觀眾去猜的 而且是有猜到的可能 因為有嫌疑的人本來就不多 這個猜可以當作是餘慶節目 給觀眾玩玩 說回觀眾的視角是天神 但又會被人騙 被誰騙呢 就是編劇和導演 所以他們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就背負了被人討厭的風險 但究竟有甚麼值得他們去冒這個風險呢 我看到的答案就是這件事 有利角色的創造 觀眾處於天神的視角 就可以看到不同角色的設計 例如探長 他不是完美的神探 他有一個偷拍狂的兒子 為了兒子不用坐牢 他才搬到這裡做一個好戲的探長 又例如方老師 他作為一個作家 一個滿口仁義道德的人 一個受到大家敬仰的人 他的內心其實是怎樣的呢 而最重要的是 當然是技工爸爸 一開始 全部人都懷疑他 是他殺死這三個女孩 因為他很陰暗 很變態 但是故事又好像說 他好像是好人來的 甚至證實了 周圍穿著雨衣偷拍的人 其實不是他 而是探長的兒子 觀眾全部都會覺得 他是因為海嘯 失去了他的女兒 所以心理不平衡變成一個怪人 亦因為這樣 當出現劇情簡介的揭露 原來女兒的離開 並不是因為海嘯 而是因為高處墮下 加上長期被欺凌 那個震撼感 是相當強的 而技工爸爸 亦由剛才的怪人 變成一個有動機的嫌疑人 因為他想和女兒報仇 但這樣就會有個位置接不到 即是為何全世界要當他的女兒是海嘯與難 為何要全世界一起欺騙觀眾 而這一點 我覺得反而是最巧妙的地方 亦是為何觀眾要用天神視覺來看這個故事的主因 這個故事其實沒有一個大魔王的存在 即是沒有一個人 是為了劇情而變得邪惡 即使仆街如校長 如方老師 甚至雅女的繼父 他們的行徑都不是純粹的邪惡 而是權力和慾望的體現 所以邪惡的不是有角色 而是權力 還有慾望 是絕對的權力 和貪婪的慾望 這個故事的英文名 A place called silence 中文是一個地方叫沉默 正正解釋為何全世界都知道真相 全世界都知道校長的女兒欺凌人 全世界都知道對女兒的墨樓並不尋常 但全世界都選擇一個不存在的真相 即是海嘯這個原因來相信 來騙作為天神的觀眾們 亦說的是為何校長 明知自己的女兒是忌公爸爸的仇人 他都繼續請她留在學校做忌公 因為絕對的權力 就是無法陷動的東西 他深信整個地方都在他控制之內 他可以展示他的mercy 更加是理解 在這個絕對權力的架構之下 是不會有勝利者 只是有沉默裏面掙扎求全的大多數人 而大多數人都知道 真的行動去報仇 去反抗的人會有甚麼後果 希望在哪裏 正義在哪裏 作為天神的觀眾 當然是想伸張正義 想受苦的角色看到希望 但作為一個觀眾 我們只是有天神的視覺 但沒有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的力量 反而當探員質問忌公爸爸 問他雅女去了哪裏 他就說 他現在自由了 這可能是觀眾在這部電影中 唯一可以看到希望的位 最後最後的揭露 原來所有東西都是雅女策劃的 忌公爸爸只是合作 但我反而覺得這一點 是沒那麼重要 重點是要對抗一個絕對權力的架構 對抗者就是要超出常識 超出道德 才有可能真正帶來傷害 起碼 到故事的最後 方老師也真的被人打了一身 起碼 仆佳孝想 又真是沒有了女兒 受到真正的傷害 然後 最後的 之後 字幕出現之後 再有一段雅女在女童院的片段 就更加是打破第四面牆 導演想說 字幕之前 我故事完了 但是字幕之後 現實世界的制度 令他不可以就這樣就完 所以這部電影 他可以用大陸資金拍攝 在大陸上映 甚至得到14億的票房 真正做到中國14億人 一人給他一元 因為他塑造的世界 跟觀眾身處的世界有共通點 令到觀眾身同感受 但這部電影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點 我覺得他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他有很多工具 因為他每個角色都那麼獨特 他需要一些膠水 將這件事黏在一起 原本探長是一個很好的膠水 他周圍去找一些不同的人 他保持探長很乾淨 很乾淨的 一定沒有嫌疑的 沒有其他秘密的 是一個很乾淨的探長 一個很傳統的探長 探長就可以去訪問每一個人 然後知道他們的故事 將東西黏在一起 將東西黏在一起 但是他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大家在一個天神的視角 加上探長本身是一個不乾淨的人 所以他可以做的就是 加插大量的劇情工具 將這些東西黏在一起 例如包租婆 例如另一個老師 楊老師 他要負責拿鎖匙給清潔媽媽 有很多類似的東西 他們在故事上 除了推進劇情那一格之外 完全沒有其他用途的劇情膠水 這是劇情上很大的缺點 但是你說影不影響到整個故事呢 我覺得角色的設計是比劇情的順暢 所以這些膠水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當然不是說他做得好 只是可以理解 另外另外還有一件事 很想說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套戲的顏色 CG的所有顏色都很膠 很刻意 不知道是有意思 還是某國做CG的時候 就是輕做到這樣的 明明導演拍實景的時候 美感很OK 下雨 那些景象 很漂亮 但一有CG 整個大出氣 顏色 好像 好像看Nego The Movie 實在理解不了為什麼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麽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 CLS comments 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很喜歡我們 我希望你可以按這個按鈕請我們看電影 我們會很感謝你的支持 說到這麽多 我是阿影 下次再見